学校注重科学研究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先进 总值达9273万元 学校通过临选学科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 形成了学术梯队 营造了良好的研究氛围 科研成果逐年递增 学校有省级重点学科四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七个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 学校注重开展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 先后与日本九州教育学员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安提瓜大学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 英国考文锤大学等著名大学合作办学 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 开展双学位及带新实习项目 学校派出百余命教师赴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做高级访问学者和进修学习 并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和学者到学校任教和讲学 学校招收十八个国家的留学生二百一十九名 学校还选派优秀学生出国带新实习 为学生走出国门创造有力条件 在巩固原有学科特色的基础上 学校组建优势学科群 加大扶持力度 目前形成了以人体解剖与组织培胎学为龙头 以药理学 外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口腔临床医学等为骨干的 多学科稳步发展的学科门类结构 初步建立了与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和辽宁省学科布局结构相适应的学科支撑体系 在医学人类学 古组织工程学 神经生物学 肾脏生物学等方向的研究 与取得显著成果成为特色学科 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 学校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在教育部工作简报上刊载 校园文化建设内涵丰富 层次高雅 通过校园文化艺术节 体育文化节等高品位的文化活动 振奋师生精神 凝聚师生力量 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铸造学子的品格 涌现出全国优秀设计救人的大学生 张浩 张雪峰 林博 全国三好班集体 全国大学生自祥之星等 一批优秀大学生群体 学校连续12年 被中宣部 教育部 团中央 表彰为 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被教育部评为 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一等奖 近年来 学校先后获得辽宁省文明学校 花园市学校 辽宁省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 学校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千逃万路 虽辛苦 推进狂杀 使道金 如今的辽宁医学院 已经成为立足辽宁面向全国 以医为主 医 农 工 管理 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高等院校 万花赶向雪中出 一树独仙 天下春 辽宁人不断探索 感为人仙走出的一条 独具特色的半学之路 犹如那朵朵抱春的梅花 向世人鲜试春意 上世纪90年代 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 适应国际医学教育课程模式改革的趋势 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 学校在国内率先开展了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 医学课程体系改革 成为教育部卫生部的试点院校 形成了一套崭新的教学模式 该项目的前期成果 已被评为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并在中日医学教育大会 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医学教育大会上 介绍了经验 被收录荷兰年建 学校受教育部委托 培训全国教师百余人 还有40多所院校 先后到学校考察学习 此模式培养的高护专业学生 就业率达百分之百 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人兽共患疾病的流行 使辽医人拓宽了人才培养的思路和事业 在全国率先开展 一目结合研究项目 为医学事业人才培养 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我愿关于全体内外 人兽共患寄生虫的研究成果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 给予了报道 学校还依托学科优势 以市场为导向 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在校班企业中 一军突起 曾研发出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家四类新药 新脑血管药物 奥德金填补了国内空白 脂血药邦庭 列入国家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计划 以其雄厚的科技实力 为学校研究生培养和科研工作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春华秋时 岁月如歌 从炮火纷飞的战场救护 到汶川玉树地震的灾区救援 再到SARS H1N1流感疫情的一线防控 辽伊人始终把自身的价值 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抓住一个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汇就了一幅幅追求梦想 陆立前行 敢于超越的时代画卷 厚德修身 荆树即逝 是辽伊文化的精髓 是辽伊人不断取得新突破 赢得新胜利的精神动力 登高山富有高山 出银海富有银海 六十多年的厚重历史 是喜悦是荣耀 更是期待是责任 也因此辽伊人的探索之路 永不停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